一走 出遊溝鬼頭 窮遊也瘋漏 好 回到來了 事不宜遲繼續說 繼續說 下一站就去旁邊舊立法會 即舊最高法院 阿田 你覺得整個建築物最吸引你甚麼 上面那個舊物 泰美斯女神 即是那個女神 還有半圓形的頂 其實我們如果看古建築 其中要學習一樣東西 就是要學懂怎樣看古建築物 即是西方古建築 其實這裏是整座建築物的正門 但其實現在的設計有點不像是正門 我經常覺得這個正門好像很小 即是現在的入口 但其實你會看我們怎樣看西方古建築 我們怎樣知道這裏是正門 就是你會見到上面有一個三角形 這個我們中文叫做三角眉色 英文叫Petagon 其實逢是西方古建築 特別這些我們叫做classical 他們全部都有這個 即是叫萬神殿 如果你的羅馬 萬神殿 其實羅馬也有 巴雷也有 其實他們都很流行 羅馬式的建築 其實有人問 譬如曹總說 我們這個是甚麼式的建築 其實我們會叫做一個新古典主義的建築 然後周圍有很多柱 那些柱是很大條的 由二樓 地下到二樓 三樓 其實是否昌瓦典 主要是瓦典來的 當然 其實我一直講西方古建築 根本的發源地都是由 首先由希臘 然後羅馬 希羅 我們叫希羅時代 慢慢建築出來 你會見到 如果我們看回萬神殿 或者巴達龍神殿 希臘那些 你會見到外面有很多柱 但是你會見到 你看看又好像有少少格格不入 因為他們以前的柱很密 其實為什麼柱很密 其實跟建築技術有關 所以有些比例上有些不同 但是譬如我們今天 譬如說這個新古典主義的建築 其實它大約是甚麼時候 你會很容易記得 就是1900年代前後 就會有很多這些 新古典主義的建築 其中一座 舉例 大家都會知道 曹總去過華盛頓 就是他們的國會山莊 都是這些 用新古典主義的建築去建築 其實我們如果要去看建築物之外 剛才說過這個三角眉色 這個Petagon上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提估 你看到其實上面 我們如果看這座舊立法會 甚至最高法院 現在叫做終審法院的一座建築物 大家一定會看 泰美斯女神 曹總學識淵博 就懂得說泰美斯女神 一般人會叫她做甚麼 正義女神 因為她不懂 就知道很正義 在法庭上面 很正義 你當作法治的標記 沒錯 一個法治的標記 其實泰美斯女神 是一個希臘的女神 她一定有三個法寶 阿田你的觀察 可否看得到 她有三個法寶 無論世界各地都是這樣的 劍 有劍 還有清 天平 還有一種很大的特色 是蒙著眼 一定是蒙著眼 這三個特色 都一定會出現在泰美斯女神身上 大家都會明白 法律面前人 法律面前人 我不理會你誰來審案 無論你是朋友也好 仇人也好 我都是要一視同仁 我不理會她是誰 就是綁著眼 我不理會她是誰 天平很簡單 要公平 這把劍尖要怎麼擺 法治之劍 其實你有一個執法的權力 判了之後 我就可以拿你坐牢 沒錯 因為很多人會知道 泰美斯女神就是公平 其實很多時候都漏了一把劍 那把劍是有權力 有權力 即是判出來的案 是有權力的 因為 因為我們留意世界上 很多國家判出來的案 可以不執法都可以 那你海牙法庭就是了 判南海 判完南海九段線 是違法的 那你現在也是沒用的 所以其實是 現實告訴我們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那些地方不要說 泰美斯女神就是這樣 一定有這三樣東西 而泰美斯女神下面 其實這個 剛才說過的三角眉色 裡面有很多內容 其實我們每一座建築物 我們想看一下 這座建築物是什麼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會看看 裡面 它做了什麼 其實大家如果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戀直派 那些就很熟 這個 中間這個 就是一個 當年 英國的揮號 一個揮號 有隻獅子 有獨角獸 然後中間有一個盾 那個盾 就挖開了四格 有兩格就是三個獅子 如果看球的人一定會認識 看球的人就是英格蘭 蘇格蘭 還有愛爾蘭 所以看球的人就認識 代表United Kingdom 一個英國當年的大不列顛帝國 另外你看到 旁邊有兩個女神 兩個女神 其實都是代表著 一個是代表著 truth truth 就是真理 一個是代表mercy mercy 就是憐憫 其實它很代表法庭 法庭要尋求真理 要法理程 對 但是mercy就是說 雖然它是不對 但是你都要憐憫它 你不是打死它 你可以判它坐牢 然後再下 看到這個容易看 英文 Erected AD MD CCCC 即是何時去起的 Erected 即是起好 慫立 是慫立 然後AD AD 就是公園後 對 公園後 又來 很明顯羅馬數目字 M就是1000 然後這裡的寫法有些不同 D是代表500 CCCCC 即500加100 加400 即1900 X 即1910 即是告訴你這座建築物是1910年起好的 其實這座建築物是怎樣的呢 其實可以再看一看 如果大家喜歡看建築物 一定要看它什麼時候起 以及誰起的 其實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料 就是有一個我們叫做電基石 電基石 其實這座建築物是剛剛放在門口旁邊的柱子 如果大家真的對這座建築物很有興趣 看看當年有什麼人參與過 就可以過來看看 其實這座建築物是1900年開始起 起到1913年就起好了地基 起了地基之後就去做這個電基儀式 所以大家會看到這個電基儀式是1903年的 用了三年時間去做地基 然後剛才上面看到是1910年起好的 但是如果我看回政府的記錄 其實它是1912年入伙 即是我們會叫它做1900年開始起 1903年起好地基 做電基禮 然後1910年就起好建築物 1912年可能做完一些內部裝修 就正式入伙 然後我會看到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叫做 誰做電基禮的呢 這個叫做sir henry alfa brake 香港第十二任港督 是的 奉力爵士 加分 香港 他做一個電基儀式 其實除了這些大牌的人之外 其實這裡還有兩個很威水的人 可能隨時威水過他 其實下面會寫著architect 有兩個人 這個叫wrap 這個叫bell 我簡稱它 其實這兩個建築師 可能大家不太認識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歷史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建築師 當年 當然不是現在 當年 他有多有名 英國的白金漢宮 他有份戲 這麼厲害 你想想 在皇帝住的地方 出著他的手 你想想他有多威風 原來香港有一座建築物 是出自在他們的手下 所以他都很威風 除了看建築師之外 旁邊有一個contractor contractor 即是承建商 我們看到一個人叫做Chen A Tong 我們叫他陳阿 Tong 很明顯是一個華人 原來這個華人 就是當年在香港 負責建建築物的人 大家會問 建建築物 建了十幾年 00年 起到12年才入伙 或是10年才建建建築物 寸建建 那麼久 原來其實建建建之所 也有一段故事 便會令到稀錢競出 原來這個寸建的時 陳阿 Tong 被倒閉了 死了 死了之後 你之前也是犯人 要重新出標 不會立即找的人來建建 我們公司都倒閉了 找另一家公司建建 除了承建商新故之外 另外又遇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經濟開始不好 世界經濟大蕭條 沒有錢 建建業就不夠錢 其實建建建物都對 很多地方 如果不夠錢怎麼辦 它不會不建 因為大約半小時就蓋得慢一點 現在也是好事的時候蓋得快 要快點蓋好拿出去租 拿出去賣 不好的時候就起慢一點 為什麼這座建築物起了這麼久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再看看 這些就是當年的舊照片 你會看到維多利亞女王在中間 還有一些 還是看到的 是Supreme Court 它是當年最高法院 本來也是最高法院 之後就是變成立法本 為什麼這座建築物對香港這麼有意義 其實我們現在眼看就是它是一座建築物 但其實你想想 英國人未來香港之前 我們當地或者以前小漁村的人 以前是怎樣審案的 知不知道 以前是怎樣審案 是否下放給鄉親、鄉親、鄉事 村長 村長沒錯 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審案是怎樣的 你要看周星馳 周星馳 這個叫什麼 審死官 審死官 審死官那些 就是要找村長 家裡、陳小明 偷了那隻牛 其實是大家 找村長 村長有沒有能力呢 即是鄉人自鄉 村長有沒有能力呢 中間會不會有些古惑的東西呢 而且是怎樣審的呢 村長叫兩個人來 你有沒有偷那隻牛 那在哪裡審的呢 他不是隨便在街邊審的 多數會在祠堂審的 那祠堂最多是什麼 對著祖宗十八代的神主牌 對著發誓 現在就等於我們 如果見到美國 你要作供的話 你的手按住 那本聖經 但現在 以前 其實是叫你向祖宗發誓 還有呢 這麼多代祖宗看著你 如果你說謊 今晚來找你 即是那些 即是嚇了 以前的審案就是用這種 即是我們叫做 不是很有系統 或是不太有方法去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 所以訴諸神明 舊立法會 或者舊的最高法院 其實除了一座建築物之外 其實它就帶給香港一個法治 即是當年我們經常說 香港和大陸的不同 即是說 香港有一個很健全的司法系統 即是那些什麼 over my dead body 都是這樣 其實香港是真的 當年 其實英國人來了 有什麼大熱香港好呢 除了經濟之外 就是帶給我們一個法治 其實這個法治 英國人是不是很想在香港推行法治呢 其實為什麼英國人會帶這個法治給香港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都是保障他自己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知道 英國人來香港 都是為了做生意的 就是為了拿一些利益 香港是一個好好做生意的地方 就不要說話不穿梭 是的 而且你知道 沒錯 一做生意 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司法制度 你就會很大問題 所以為什麼英國人 當年來香港做生意的時候 要帶來司法制度 就是因為 都是要保障他們在香港做生意的利益 所以大家都會明白的 這些都是舊上 這些比較近一點 剛才也看過了 立法會也在 舊嘴谷法院 都是在皇后像廣場那一帶 我們看完皇后像廣場 其實不得不講的就是匯豐銀行 但如果我們講匯豐銀行之先 又不得不講那對獅子 那對獅子 無論你是否經常去中環 沒有人會不會認識這對獅子 有巧阿田 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嗎 叫什麼名字嗎 原來這對獅子有名字 什麼Steven 阿曹總這些 真是冤薄一點 其實這對獅子是有名字的 你會見這兩隻獅子最大的分別 就是一隻抹大口 一隻就是合謀口 合謀口的一隻叫 叫Steet 中文叫做 司迪 那旁邊抹開口的那隻 叫Steven 史提昏 那其實這兩隻 為什麼有名字這麼搞笑呢 其實也不是很搞笑 其實都是因為 其實這兩個名字 都是因為他們 當年都是那些 銀行大班 都是他們那些大班 那是其中一個人 就去 有一個理念出來了 他說獅子 他很想傳入一些精神 做了一對獅子出來 其實這對獅子 香港這對獅子 就是1935年做的 但是香港這一對 也不是第一對 原來第一對獅子在哪裡 就是 知不知道HSBC的傳名是什麼 上海 沒錯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Corporation 原來第一對獅子 就在1923年 在上海的 上海的匯豐銀行 而香港這一對獅子 就是第二對 就是1935年在香港 其實之後陸陸續續 倫敦 都複製了 其實現在香港 除了匯豐銀行 前面有一對獅子之外 其實來我們很近 匯豐中心 都有一對 剛剛都有見到 在奧運站那裡 奧運站匯豐中心的正門 就放在旁邊 也有的 有的 那對獅子都是複製香港 複製匯豐銀行前面這兩隻 我看到連那些子彈洞都複製 沒錯 因為它是專門的 因為它複製 所以複製就是全部抄襲 另外 例如倫敦都有 倫敦有兩隻 上海有三隻 香港有兩隻 所以這對獅子 都值得跟我們說一下 剛才阿田也說了 其實這個是Steven 即Steven身上 那些子彈洞會比較多 其實就是當年 日軍侵襲香港的時候 打仗的時候 留下的那些 戰士的痕跡 真的是子彈洞 所以那時候是專門留回去 因為是一個歷史的傷痕 是一個記載 說完對獅子之後 我們看看匯豐銀行 其實匯豐銀行 無論對香港也好 對英國皇室也好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其實我們現在經常想說 香港有誰沒有匯豐銀行戶口 我不是想要光顧匯豐銀行 而是沒有是很麻煩 因為它的佔有率是最大 沒有就很不方便 其實我們想看匯豐銀行什麼 就是那座建築物 大家看到1865年 原來1865年 匯豐銀行就在香港了 其實看到這個海邊 看到第一座建築物和第二座建築物 第二座建築物 就是當年匯豐銀行的總部所在地 這座叫做域利行 叫做Warbley House 其實這座Warbley House 嚴格來說不是屬於匯豐銀行 他當年是租這個地方 來做它在香港的總部 我們叫這個做第一代匯豐銀行 我們會這樣叫 跟著這一座 1886年 他真的自己建一座建築物 他自己建了這座建築物 這座建築物就是我們叫第二代匯豐銀行 第二代匯豐銀行 你會看到很大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前後不同特色 其實這個左上角這張照片 就是剛剛面對著前面是電車路 以及面對著那個皇后像廣場 就是這樣的 而你看到這張右邊的大照片 就是面對著皇后大道中的 大家如果有去中環都知道 剛剛匯豐銀行前面就是得庫道 就是電車道 後面就是皇后大道中 嚴格來說 它的地段是沒有變過的 都是在同一個位置的 其實旁邊有一張小的照片 就是打側看 看到原來這座建築物 原來好像有兩座建築物 其實它是一座建築物 裡面行得通 只不過建築師當年 就刻意地把它建成 好像有兩座建築物 好像有兩個建築特色 我們叫這個做第二代匯豐銀行 第三代是怎樣的呢 第三代就是這樣 都這樣 算不算包巧 沒錯 阿田很厲害 吃東西 其實他們當年 我們稱為包號師式 一些建築 其實這個 我小時候 即是我很小時候 我還記得我是來過的 但當然印象非常模糊 可能是很小時候 為什麼我會記得 原來以前 還是匯豐很親民的年代 我這樣形容 每個小朋友 以前小時候 都會開一個兒童戶口 開兒童戶口 就一定去匯豐銀行 會去匯豐銀行 開兒童戶口 有兩樣東西送的 送什麼呢 就是送錢欖 以前是用錢欖儲錢的 聽過的 我們小時候就是這樣 什麼錢欖儲錢 就是每天節省一元 進入錢欖 原來當年送錢欖 其中一個給你選擇的 就是第三代匯豐銀行 總行的包號師式 總行 他做了錢欖 另外送什麼 另外就是獅子 你可以選擇 我要銀行 還是獅子 小朋友多數會選獅子 那當然 那你選什麼 我都好像選獅子 以前不認識的 但還在嗎 不在 在裡面 變古董 也不吸引 你看到形狀 雖然歷史過去了 但世界上還找得回 原來賣古董店 或者賣舊玩具的地方 我仍然看到 有匯豐銀行的錢欖 這是建築物的錢欖 還有獅子的錢欖 有想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去看看 不過不知道多少錢 這個叫第三代總行 當年這座建築物 最威風的是什麼 全香港第一座建築物 有冷氣 這麼厲害 當年很厲害 有冷氣 之前那個是沒有的 以前你想想 因為冷氣很充滿 1886年 都不知道什麼是冷氣 或者我們不要叫它冷氣 就是中央空調系統 這個就是在前面 看到的獅子系統 這個就是正門入口 但很有趣 為什麼建築物的建築物特色這麼大變化 其實就是一個歷史紅樓 你要看看年份 1935年 1935年 1886年 其實中間差了這麼多年 中間差了50年 其實建築物變化已經跨了一代 已經跨了一代 所以剛才跨了一代 就是舊立法會 新古典主義的東西 已經跨了那一代 所以你看到 它已經不是用傳統很多的建築物 這張圖想展示給大家看 這張圖叫第二代匯豐銀行 剛剛是這樣的 第三代是怎樣 就是這張圖 剛剛正在建築物 你看到整座建築物是闊了 明明中間這條路 本身 看上一張 中間這條路 剛剛在它兩座中間經過 好像凡而採公 剛剛在這條路 但是 去到這裏 原來匯豐銀行將這條鑊闊了 它鑊闊了這個位置 將整個 皇后像廣場的闊度 全都鑊了 起它第三代的新總行 還有 原來匯豐銀行和香港政府 當年的香港政府 當年的港英政府 簽了一個條約 前面永遠不可以建築建築物 遮住它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到今天 它前面 最高的建築物 就是碼頭的停車場 所以 無論是海邊 看進來 一定會看到它的 這個真的是特權 是特權 當年是一個特權 所以 它就是把整個闊度拿走了 所以 整條街是擺尾了 剛才說過 它在銀行街擺尾了 就是因為它 因為它就把這個位置拿大了 好 今天 大家都見 現在我們叫做 第四代匯豐銀行總行 當年曾經 1985年起 當年也是一個 非常之高科的建築 很前衛 很前衛 而且其實 說真的 你去到今天 這座東西都是 我覺得很厲害 很多東西 現在都是 你用光 其實整座建築物 為什麼會這麼有趣 你進去就知道 其實整座建築物 是用一個吊橋的概念去建 整座建築物是吊的 平時我們就建一些柱頂著它 這個不是 它大部分的力學都是用吊的方法 所以 建築物不說那麼多 這座是一個很高科技的建築物 剛才的草宗也說的 那些光線 都是引入自然光 01年的時候 荷里滬有一套 叫Spy Game 就直接把匯豐總行 描繪為CIA總部 很好笑 講完匯豐銀行 港匯豐銀行的期間 一定要提起這座建築物 這座建築物是什麼呢 先看一張舊照片 剛才說這座是匯豐銀行 旁邊有一座古董 他後期拆了之後 他就拿大了一個位置 所以這座是什麼來的 原來這座 就是香港第一代的大匯堂 現在講大匯堂大家都知道 在皇后碼頭外面海邊 現在有高座有低座 但原來當年香港第一座大匯堂 正正在匯豐銀行旁邊 即是皇后大道中剛剛進來 長江中心對面 現在這座大匯堂 有什麼厲害呢 其實我覺得這座大匯堂 其實很典牙 很漂亮的 你看這張照片 其實都像Kong Yu 有那種風味 其實它 我會覺得它很漂亮 而且很仔細 你會看到那些東西 其實它是一些巴洛克式的建築 所以你一提巴洛克 就是有些很細節 例如柱、雕刻 全部都是很細緻很漂亮的 一些建築 再講到裡面有什麼功能 其實大匯堂 其實跟我們現在的大匯堂的功能非常相似 裡面有一個圖書館 有一個博物館 有一個音樂廳 還有一些燕媒廳 其實你看這些東西都挺有趣的 其實我們現在的大匯堂都是這樣 有圖書館 雖然博物館勾了出來 但是這些都是當年一些民如康樂的設施 其實門口還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癲地噴泉 我們叫什麼叫癲地 其實癲地是當年一個人 也是一間洋行的名字 它就捐了一個噴泉 為什麼會捐一個噴泉 原來大家看歷史資料告訴我們 原來這個整座的大匯堂 當年是集資起的 民間集資 就是眾籌 用現代的方法 是眾籌出來的 然後有錢人就說 不如我送一個噴泉給你 在門口當年一個叫癲地洋行 老闆叫癲地 叫Dance Fountain 然後他就送了噴泉 剛剛其實這張相片 其實這張是相片 再加了顏色 你當這是長江中心旁邊的公廁 剛剛這張過馬路 就是這樣 噴泉就是剛剛在過馬路附近的位置 其實這一座叫拱北巷 如果年紀大都知道 拱北巷拆了不久 這一座是第一代拱北巷 還有第二代 當年是一個政府建築物 無端有隻老虎出現 為什麼呢 其實當年這個大會堂 最傻家是什麼呢 首先他有一個圖書館 現在要打野豬 他是擠全香港最多英文書的地方 收藏 另外剛才有博物館 博物館裡面有什麼看呢 有隻老虎看的 為什麼無端有隻老虎出現呢 原來我們看看一些新聞 這個叫上水虎 叫上水虎 原來當年在上水 有隻老虎 其實這個老虎是什麼呢 原來這些老虎 當年真是新界有老虎出現 有兩個外籍人士 就被一隻老虎咬死了 旁邊就是咬死了老虎的其中一個警員 其中一個墓碑 就是在香港墳場 所以剛才曹總說我們要看香港的歷史 香港墳場很多東西看 這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當年被咬死了警員的一個墳墓 然後整張照片最囂張的那個人就是這個 看到中間這個嗎 這個就是Donald Buckleyham 原來是他打死老虎 所以當年他咬死了兩個警員之後 大家群裡去捉老虎 無論是警察也捉 當地上水的村民也捉 最終被這位哥哥殺了老虎 成為殺虎英雄 後來這些老虎就放在大會堂的博物館裡 被人參觀 即是他怎樣把它製成了標本 沒錯 它製成了標本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這隻老虎的標本仍然在這裏 這麼厲害 現在製作在哪裏呢 就是製作在半山金道的警隊博物館裏面 你應該看到老虎頭 那個老虎頭仍然在這裏 只有老虎頭在這裏 那些皮毛了 是在警隊博物館裏面 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現在這張照片就是現在的大會堂 現在的大會堂就是這樣 外丁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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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跟阿田說 經常經過這座建築 都不知道什麼 以前去鄭總 經常去示威的時候 我其實為什麼會知道這座東西 是因為有一年香港搞了一個光影show 是呀 是呀 把這東西變成金魚缸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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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金魚在窗上游來游去 是很有趣的 可惜我才知道原來有了這麼漂亮的建築物 其實這座建築物 可以這樣說 是我們今天講的這麼多建築物裏面 是最舊的一座 但你看見他的樣子又不是很舊 當然有個古 其實他最初1842年 1842年 就是這樣的 是一個斜坡仔 跟現在都像 他現在在山坡上面 是一個吳英國的感覺 其實很容易認得 看到旁邊 剛剛這張照片看到 有一個塔 其實這裡就是聖約翰座堂 現在都是這樣的 沒有變過 所以看到他原來是這樣的 這裡都有一張舊照片 由一個當年的魏多 這個美利軍營拍過 就是在這裡 在這裡 聖約翰座堂在這裡 都看得到 可以追溯得到 這座建築物 好了 剛才說 好像跟現在的樣子有點不同 原來真的 雖然這座建築物在1842年起 其實這座建築物究竟是什麼 其實 其實 如果要講這座建築物 是改過很多 很多段歷史的 其實他最初叫做莊士敦樓 為什麼 因為一個有錢人叫做Johnston 就買了 莊士敦樓 曾經莊士敦樓租過 給匯豐銀行的一些職員 做他的宿舍 也曾經租過給 港督 原來港督 初初來到香港 因為如果我們要講 港督府的歷史 沒有港督府住的 他曾經住過在這裏 但他後期就嫌 因為外面這裏是一個軍營 軍營經常操兵 吵到港督 他後期搬到灣仔 港督住過灣仔 曾經住過在這裏 發展到1915年 1915年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把這座建築物 賣給一個 叫做法國外方傳道會的宗教機構 大家都聽得到 法國外方傳道會 其實他是一個法國的組織 是一個法國的宗教組織 其實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想傳教 當然 但他的目的就不是在香港傳教 知不知道去哪裡傳教 大陸 沒錯 因為以香港為一個基地 傳給一些宗教士 傳到大陸傳教 這是當年發國外方傳道會的總部 1915年就買了這座建築物 將它整座改建 到1917年就是這樣 其實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首先 有一個Doom 例如這個Doom 這是什麼來的呢 裡面是一個教堂 當年是一個教堂 然後你會看到窗 那些形狀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那座建築物 就是1917年建的 所以舊那座已經改了 雖然結構應該沒有什麼變 但外觀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那座 就是1917年 法國外方傳道會建的建築物 其實我們看這座建築物 有幾樣東西要看 要看它的正門 其實你會看到 從派國後來上到來之後 有兩個門口 這個就是正門 這個正門平時市民就在那裡進去 以前就算做法院的時候 也是在那裡進去 那旁邊也有一個門 這個門原來是法官用的 大家都知道 凡是一些司法的建築物 但它的設計很像唐廷街10號的門 那個門 所以其實他們 譬如來法院聽審也好 那些人 你和法官是不可以走同一條路的 如果大家學建築物一定認識 如果大家去過法庭都知道 一定是不可以遇到的 為什麼不可以遇到呢 就是要蒙眼 避嫌 沒錯 但是當然了 法國外方傳道會改建之後 我們會找到一些特色在那裡 譬如我們看法官這道門 其實上面 本身就是用來掛法國外方傳道會 的一個會揮在那裡 但是石的底座 它就沒有拆到 為什麼不能拆到呢 因為現在這座是一個法定建築 因為是一個受保護的文物 因為它是建築物的大廈 建築物的外牆 所以不能拆到 然後呢 這個也是它的標誌 法國外方傳道會的標誌 我們仍然找到一些 當年做宗教建築的時候 一些痕跡在那裡 還有轉個彎去到旁邊這裏 去到旁邊這裏 知道這是什麼嗎 旁邊有一個套進去的地方 意大利常常見到 對 我們會常常在教堂見到 原來當年這裏是製聖武像 一個製聖武像的地方 現在因為它也是一個建築物的外牆 所以又不能拆掉 所以有幸可以保留到很多這些 宗教建築的特色 現在還有沒有可以進去的 因為現在就做了律政中心 就是律政司署 所以現在還有最近搞大裝修 這張手我最近拍的 去年我們有些 我們去年看到示威者 在包圍律政中心 就是在這裏 是的 這是其中他律政中心的一個部份 我們快一點 旁邊是聖楊漢座堂 聖楊漢座堂不用說 1849年香港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 你會在這裏見到鄺保羅 對 很明顯他這家 對 因為聖工會 你會見到旁邊有一個十字架 我們看聖楊漢座堂之前 會見到旁邊的十字架 和旁邊有一個墳墓 很多人都很擔心 因為一來到墳墓 就經常會很害怕 但其實我又覺得不用怕 大家平心不作虧心事 究竟這個草地 這個十字架和這個墳墓 我們去看看 其實 很細緻 他寫得很清楚 他寫得很清楚 那這個是誰呢 這個人叫Maxwell Varanteer 然後是3176 派佛 如果大家對戰爭有認識的 一看就知道 其實很明顯這個 很明顯這個就是一個士兵 當年 他是隸屬什麼部隊的呢 叫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se Corps 陣亡的日期呢 就在1941年12月23日 22歲 很年輕就死了 你會看到3176 就是他一個軍營的編號 Pivot就是他的官階 我們叫二等兵 算是最低級的士兵 或者叫下士的 Corps 是的 他叫Maxwell 他隸屬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se Corps 後期就譯了他做義勇軍 什麼叫義勇軍呢 他是兼職的軍人 即是附近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香港當年 我小時候的年代 都還有的 義勇軍會招募 會招募義勇軍 原來當年的義勇軍要打仗 真的打仗 但應該有糧出 有糧出的 這樣 其實為什麼他會有一個墳墓 會放在這裡 其實你會看到上面有一個墳墓 下面也有一個墓碑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他最原本的墓碑是下面這個 當年是怎樣 我想其實不是很久 我想五年前左右 不是這樣的設定 這裡全部都是草地 沒有這些石村 沒有這條 border 也沒有洞起這塊墓碑 全部都是草地 然後一塊石碑 躺在地下 好像被人踩 我猜不會有人這樣踩 其實他的意思是 為什麼Maxwell會在這裡有墓碑 其實原來 他當年看資料 他就是駐守灣仔 灣仔在一場戰役那裡 應該12月23日的時候 日本人就攻過來 在北角那邊登陸 可能灣仔那邊有幾場很大的戰役 其實他的上司都不知道怎樣死 總之就是說 他回到陣地那裡 在沙包圍住的陣地 就發現Maxwell已經死了 可能就是被榴彈打死了 然後就一直抬著那條屍體 就由灣仔來到中環這裡 因為想找一個地方幫他安葬 就覺得這裡是一個很適合的地方 因為那時候這裡全部沒有什麼建築物 全部都是一片大草地 就馬上把Maxwell撞在這裡 所以有些朋友經常問 其實下面是不是有屍體 我覺得應該是 但是已經這麼多年了 大家都不用怕 就是西方 為什麼又有多塊石碑呢 因為原來 因為他是二次大戰陣亡的士兵 因為有一個委員會 他們會統一這些墓碑 你看到下面的墓碑 不是他這種設定 這種設定 如果我們今天去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或者去赤柱軍人墳場 就會全部都會看到這一種墓碑 因為它是統一了的 但是當年整個就不是這樣 所以他就給他一個統一了的墓碑 再說一下這個聖養漢座堂 很明顯是一座歌德式建築 是香港最古老的教堂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很多教堂前面都有塔 但是它的塔 大家留意一下 它有一些像萬里長城那樣 那些長椅 其實它是滲入了一些 諾曼帝的風格 其實諾曼帝就是戰鬥的民族 其實當年設計的時候 就是滲入了一些當時的風格 還有究竟這個誰建的呢 就是當年一個總策良師 香港第二任的總策良師 叫做吉秘利 吉秘利大家就不知道是誰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上環有一條叫吉秘利界 還有香港第一座的港督府 都是吉秘利建的 所以算是一個有名的建的人 我們走進去看看 一邊走進去 現在都是這樣的 沒有變過 因為它是一個古蹟 所以不可以變得 大家要看什麼 進去 一邊走走走走 你會看到 右手邊這一排座位 你走到最前那排座位 你會看到旁邊有一個廢號 這就是一個黃室的廢號 剛才英國那個 有獅子、獨角獸、盾牌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廢號在這裏呢 原來當年這一排座位的第一行 是預留給黃室人員和港獨坐的 有一個廢號在這裏 那廢號一直掛在這裏 繼續掛到今天 然後左手邊這一排座位 被當年一些軍人坐 軍人就坐在這邊 輪著官街 高級坐前面 低級坐後面 當年就是這樣 還有我們要看 去教堂當然要看這些彩繪玻璃 這個彩繪玻璃 除了平時我們看到的 耶穌風浪 那些聖經故事 你會看到兩樣很有香港特色 首先就是一個香港的軍裝警員 雖然我們今天不喜歡 但當然也是為香港維持治安 還有右手邊有一個 魚串 對 一個魚女 這些全部都是香港特色的東西 所以這座聖經案座堂 雖然它是一座西方古建築 但原來它也加入了一些香港的色彩 很特別 我們除了看完玻璃之外 右手邊有一個很細小的小教堂 這個叫做聖米加勒堂 其實是一個小教堂 其實小教堂裡面 都有好東西看的 原來它放了一個 這裡上面一個是當年海軍的一個廢號 下面還有一個盾的形狀 原來這個就是當年放在深水埗集中營 其實那些士兵拉進集中營之後 他們都要敬拜上帝 星期日要做彌薩 他們自己用木砍砍了一個用來做敬拜 放在深水埗集中營 後期當然從光之後就拿出來 就放在這裡做紀念 另外牆身上面也有很多戰爭的紀念 紀念當年很多不同的部隊 那些牌 下面有些名冊 就是那些陣亡將領的士兵 那些名冊 你見到下面我拍大了一些照片 有個名字 他官階 以及什麼時候陣亡 這個姓約翰座堂 我們很快就說茶具文物館 如果你去完聖宇漢座堂 你經過City Bank Tower 沿越天橋就可以過去香港公園 香港公園沿路走回去金鐘的方向 你一定會經過茶具文物館 其實茶具文物館 當然今天就看茶具 但是茶具我就不跟大家看了 我想跟大家看什麼 其實當年的香港公園 其實就是一個軍營 其實我們就叫做美利軍營 其實美利這兩個字 今天還可以找到什麼 美利樓 美利樓 還有美利大廈 美利道 為什麼這裡全部都叫美利 因為以前是叫美利軍營 所以整個香港公園都是軍營 這座建築物茶具文物博物館 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它是當年的三軍司令的官邸 它是三軍司令的官邸 所以把它保留下來 其實我們也會看建築 你看到很多柱 還有很多柱 還有很多什麼 很多百葉槍 為什麼這麼多百葉槍呢 馬來西亞很多這些 對呀 百葉槍的功能是什麼 就是遮太陽 但是優點是什麼 可以通風 其實這些百葉槍 告訴我們 原來當年很多英國的士兵 來到香港駐守的英國士兵 濕疹 有些黃膽病 就是不要適應香港那種濕又熱 簡單一點 現在這幾天走出去就是那些 原來那些英國士兵來到 很不適應 你記住 當年沒有冷氣 是靠天然風 所以原來香港的太陽 不要是以前 現在也是很熱 很濕 對他們來說很不適應 所以原來這些百葉槍 可以遮太陽 亦都可以通風 以及留意一下 整個建築物 縮在柱裏面 它不會被太陽照到這座建築物 而令熱力傳入建築物裏面 所以我們經常會叫這種 做殖民地式建築 所以你看到剛剛曹總也有說 馬來西亞很多 都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在亞熱帶地方 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建築物 但是原來這座建築物 當年不是這樣的 左上角 這麼有趣 突起 你會看到它帶了出來 不是的 但是明明下面有很多柱 為什麼現在帶了出來 原來當年建築物裏面 是一個 好像一個花棚 或者我們叫做 騎出來的樣子 窗台 窗台 對 好像窗台 但是後期很有趣 不知道是否當年建築材料不好 發覺結構有點問題 即是不穩陣 不穩陣 將它一起 就變成這張黑白相 就將它改建成下面 你會看到那些都是很多柱 但是那些柱 加固了一些我們叫金屬的支柱 到今天就變成粗的柱 全都變成了 所以 那些人就問 為什麼會放在這個位 其實這個位 就是整個軍營最前端的一個位 當年就是看著維多利亞哥 你記住現在它的對面是什麼 是歷保中心 但是它當年是什麼 當年下面就是海 就看著維多利亞港 所以當年三軍司令 一起來在露台走出來的時候 就看著維多利亞港 就是監察著這個地方 剛才這張地圖就是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紅色的位置 全部是軍營的位置 剛才說的那個茶巨物物館 和三軍司令就是在這個位 這座建築物就是三軍司令的位置 你看到後面這裡 就全部都是軍營 寫著Merry Barrick 然後你看到這邊也是 這邊是維多利軍營 然後這裡是威靈頓 威靈頓軍營 然後中間就是海軍船奧 為什麼現在金鐘叫Abbeltine 就是因為當年這裡是海軍船奧 海軍總部 好了 今天和大家看到這裡 最後用一張香港由半山拍下來 當年的一張圖片 那時候 當年你看到海港 跟我們現在的相比很不同 最後想要一個總結 總結就是我們今天看一些戰爭的東西 還有一些司法機構 以前的最高法院 跟著有教堂 跟著有大會堂 跟著有軍營 這些所有所有 都是 我們怎麼說呢 不是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 全部都是英國人帶給我們 雖然是英國人帶給我們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用這一套文化去生活 簡單來說 原來我們當年就是由英國人帶給我們一些文化 其實在哪裡看得到呢 例如你看大會堂 我今天仍然去圖書館 我仍然去博物館 原來圖書館這些理念 是英國人帶給我們 其實 例如你說中國人有沒有圖書館 沒有的 也有的 還有沒有耕聞 所以我會這樣說 今天我們介紹這個中環 其實就是 我可以這樣說 就是英國人或者外國人 當年在香港的生活 其實他不是想帶給我們 他只不過是把自己的生活帶過來 而是影響著我們 而影響到 變成我們英籍年代出生的人 變成我們就跟從他的生活 我們有他的司法制度 我們有他的娛樂 他有圖書館 剛才也說有音樂廳 有很多這些娛樂 如果你是信宗教的 有教堂 還有軍營 軍營是什麼 軍營就是主權的象徵 還有圍多利亞女王 不要忘記 都是主權的象徵 所以就是 我們看中環的歷史 或者中環的古蹟 就看到 當年 外國人 或者英國人 在香港的生活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